近日,成都一家餐馆推出了线上平台点餐可以挑选厨师烹饪的方式,引发网络热议 打开手机外卖平台,在该餐馆的页面上,炒菜厨师身着厨师服,头戴厨师帽的照片,配着厨师们的自荐语,也出现在了点菜选项中 顾客可以花一毛钱,自己指定炒菜厨师 10月18号,记者在该餐馆了解到,这是餐馆10月初推出的新服务 厨林在3-5年的8位厨师轮流上岗,谈及为何推出这个新服务 餐馆江店长表示,受疫情影响,外卖单量不断增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声 所以就推出点厨师的形式,这样既提升了顾客对店铺的认知度,也对厨师进行督促 现在点厨师的单量越来越多 有一些客人对我们的菜品有些质疑,说我们是预知菜 我们邀请很多顾客,质疑的客人到线下来体验 但是很多客人由于工作和事业上的问题来不到 所以说我们在做个点师傅进行炒菜 现场烹饰 我们也体验出我们的菜品的品质 干净卫生的 临近中午,外卖单量增多,备注指定张师傅、周师傅等厨师的订单蜂拥而至 宫保鸡丁、回锅肉、三鲜汤 后厨师傅们拿起锅勺用心烹制一道道美味 有时刻告诉记者,以前点外卖只能选餐,现在可以挑厨师,感觉很新奇 记者现场看到,为了让顾客和后厨更拉近距离 餐馆在后厨开启了直播,顾客可以通过直播看到后厨现场炒菜情况 有点厨师的订单时,店长还到直播镜头前,让被下单的厨师互动一下 将店长介绍,目前还在试点,后续将根据顾客的反馈来进行完善 点师傅这个,怎么知道我是点的师傅,我的菜是师傅炒的 所以说我们想到直播,客人时时能看得到 我们确确实时,顾客点的菜品是师傅来炒的 这件事情最主要是体验一个食品安全,然后干净卫生,让客人能看得到我们的品质 让客人知道我们的菜品是现场现烹,有烟火气息 对此,成都餐饮同业工会执行会长袁晓然认为,该餐馆的行为值得点赞 把平时神域的后厨大方展示出来,主动向消费者示好 给大众安心用餐带来了新体验,同时也能促进餐饮行业往更开放,更透明化发展 因为疫情也就造就了我们门店肯定会受影响 那么在线上又怎么去考量,去做好营销 怎么样的让消费者能留得住 我认为不管它是噱头也好,还是营销方式也好 我觉得都应该为它点赞,它敢于把我们后头的东西推到前头来 而且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了 一些网站,他们现在都在小规模的做一些事例 就是我把厨师的这些整个炒菜的经过 然后都会把它呈现出来 好不好吃是消费者说了算 不是你自娱自乐的 所以说呢,它更多的给消费者一种安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